好 同学们 刚才呢我们已经做了两道题了 我们发现呢 实际上用方程去解题 最关键呢 是不是就在解那一部分呢 因为大家现在还不熟练 还有呢 就是大家现在不太适应用方程的办法去找未知数去找方程 对吧 好 那么现在呢 通过第三题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但是你会发现呢 今天的这个第三题突然间难度是增加了呀 哇 从第三题开始就四颗星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 来 我们看一看 为什么这道题它是四颗星 说啊 AB两地相距十二千米 阿学从AD到B地 在B地停留半小时后 又从B地返回AD 康仔从B地到AD 在AD停留四十分钟 那么又从AD返回B地 对吧 好 现在我们大致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了 那我给大家画一下限定图 首先呢 有AB两地相距十二千米 好 有一个阿学他从AD开始走 现在他是走 走到这边之后 他停了半个小时 其实你从这句话 就是老师还没有读到的这句话 开始画图 正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 他说了 从出发到两人在图中 返回的图中相遇 对吧 好 那现在我就知道 大概这个图应该怎么去画了 阿学我用波浪线来表示 假如说阿学走这么多的时候 康仔呢 现在从B地出发与阿学相遇了 好 那人家说了 这阿学也没停 是不是继续往前走啊 好 阿学走到这来了 走到这来之后吧 他现在在这儿休息了四十分钟 这是康仔的 对吧 好 阿学在这儿停了半个小时 好 写上停了零点五小时 再来看 康仔的 康仔呢 是他们两个相遇之后 他也没停 继续往前走 那么他在AD 他应该是停了四十分钟 对吧 对 好 休息四十分钟 然后现在呢 又告诉我们呢 到达各自的这个其他 比如他从B地出发吧 他到达人家出发点之后 他又要回去 好 现在康仔回去 假如说 这个阿学也过来的时候 他们在这儿相遇了 好 同学们 你现在来看一下 说从出发到两人在返回途中相遇 这是不是就是返回途中相遇 是 经过了四个小时 那是不是就说明 他们两个从各自出发 然后一直到相遇 一共用了四个小时 人家还告诉我们了 已知两个人是同时从AD两地出发的 好 同时出发的 又在这一点同时遇到的 那么是不是就相当于 从头到尾一共经历了四个小时 是 那我问你啊 从头到尾虽然一共经历了四个小时 但是他们是实实在在地走了四个小时吗 没有 为什么 他休息了呢 因为两个人是不到休息的时候啊 好 一定要注意啊 都有休息的时候 那现在呢 告诉老师 阿喜实际上走了几个小时 3.5个小时 对 四个小时当中 他休了半个小时 相当于他只走了 4减0.5 这么多个小时 对吧 好 再来告诉我 康仔走了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减去四十分钟 哎 应该是 四个小时减去四十分钟 小时和分钟 要想放在一起计算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分钟 给它转化成小时啊 是 分钟相当于是几小时 这四十分钟 三分之二小时 是不是就六十分之四十啊 嗯 六十分之四十 那么你约分 是不是应该等于三分之二啊 嗯 好 因此用四减三分之二 相当于康仔走了 四减三分之二小时 对吧 是 好 然后再来往下看啊 现在呢 说了阿学的速度 比康仔的速度 每小时快一点五千米 让我们来求 两个人的速度 哇 我觉得这倒数第二个条件 给的简直就是一个 救命稻草 对吧 嗯 为什么这么说 他要求什么 求速度 现在告诉你 他两个之间速度关系了吧 是 所以我可以怎么设 就是 设一个人的速度 哎 我就可以设一个人的速度 而且我设谁的速度最好 阿学比康仔快一点五 阿学 我设阿学 其实也可以啊 我设阿学为X 那康仔呢 康仔就是X减一点五 哎 X减一点五对吧 嗯 好 那么如果设康仔为X呢 阿学就是啊 X加一点五 哎 X加一点五对吧 嗯 好 那这样啊 老师设的是康仔为X 因为我觉得康仔为X 这个地方用到的就是加法啊 嗯 好 那现在呢 我就设它是X 它是X加一点五 这道题实际上就可以解了 为什么呢 你观察一下 一共走了几个全程 两个人 一共走三个全程 是不是三个全程啊 嗯 好 那一个全程十二千米 两个人合起来走了三个全程 相当于从头到尾合起来走了多少千米 十二乘以三 哎 十二乘以三 对吧 嗯 好 相当于两个人合起来一共走了三十六千米 这可以理解吧 嗯 那我写上啊 两个人一共走了十二乘以三 三十六千米 然后两个人合起来走的 我还可以怎么表示啊 是不是可以用阿学走的路程 加上康仔走的路程 对吧 嗯 阿学是波浪线的啊 好 那同学们 阿学的速度改变过吗 没有 康仔的速度改变过吗 也没有 所以我就直接用阿学的速度 乘以阿学走的时间 是不是就是阿学 他这三条波浪线架在一起的总路程 是 好 由于康仔的速度也没有改变过 那我就用康仔的速度 乘以康仔走的时间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康仔这三条实现的路 总路程啊 嗯 好 那现在老师给大家列一下啊 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康仔的速度为x 那么阿学的速度就是x加1.5 哎 这样啊 我们发现了 两次相遇 他们一共走了三个全程 好 这三个全程是12乘以3 三个全程怎么组成的呢 康仔走的 再加上阿学走的 是不是就是三个全程啊 是 然后你看啊 这个是康仔的速度 这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们在黑板上写的康仔走的时间 嗯 速度乘以时间 康仔的路程吧 是 好 再来看 这是阿学的速度 这是刚才咱们写的阿学走的时间 速度乘以时间 是不是就阿学走的路程 嗯 两个人的路程之和 是不是就是12乘以3呢 是 好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这道题四颗星了吗 就是因为这个式子 它比较复杂 想起来非常简单 速度乘以时间 速度乘以时间 但是一般情况下 同学们不敢这么写 对吧 哎 所以这道题它就值四颗星了 那现在方程我给你列出来了 咱们来解一下吧 好 好 那现在你告诉老师 你说我应该怎么解呢 有人会一看这设计就觉得特别复杂 是吧 嗯 你别着急 这实际上就是什么 数字吧 嗯 好 那这块呢 我给它化成四 化成三分之十二 三分之十二 减三分之二 为多少 三分之十 哎 因此它实际上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三分之十 X 嗯 再加上 X加1.5 1.5我写成分数 二分之三 好 再来看 这个四减零点五 四减零点五就是啊 三点五 三点五如果写成分数呢 二分之七 三有二分之一 是不是就二分之七啊 嗯 好 因此相当于乘以一个二分之七 等于三十六 你看 实际上写的时候特别简单 三分之十 X 加上 二分之七 X 再加上 四分之二十一 等于三十六 对吧 嗯 好 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是不是就通分了 嗯 它要变成六分之 几 对吧 好 上下同时困难两倍 它是六分之 二十 这个上下同时扩大 三倍 它是六分之 二十一 二十一 X 这一侧 我把它移过去 是不是就变成了 三十六减去四分之二十一 嗯 其中 三十六要跟它相减的话 是不是要把三十六的分母 也变成四分之七 对 这样是不是就相当于 原来的一分之三十六 上下同时扩大四倍 嗯 好 那么它就应该等于四分之三十六 乘以四 减去四分之二十一 四分之三十六乘以四 三十六乘以四等于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四减二十一呢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三 所以我们发现啊 这边的应该是六分之四十一 X对吧 嗯 好 应该等于四分之一百二十三 嗯 来同学们 看好了啊 说除 这边的啊 它在这一侧移过来是要变成图法啊 是 然后我们说啊 除以一个数等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它转过来应该是除以六分之四十一 那么乘以它的倒数就应该乘以 四十一分之六 好 那么四十一和一百二十三几倍关系 嗯 三百 三百 所以这是三 这是一 对吧 嗯 好 它们两个再约个二 这儿生二 这儿生三 所以X应该等于二分之 二分之九 那么也就是X应该等于四点五 会了吗 会了 好 如果刚才解析过程没有记下来的话啊 你就把它拉回去 然后呢 记下来就可以了 X等于四点五 那么阿学的速度能不能够了 可以了 X加一点五 四点五加一点五是多少 六 好 那么阿学的速度是六 这样呢 我们答一下就可以了 阿学的速度是六 康仔的速度是四点五 同学们 这道题还算值四颗星吧 嗯 诶 有同学学到这儿啊 可能就在想了 丽娜老师啊 季节课解方程 正常来讲应该简单一些啊 为什么感觉稍稍有点难呢 你想想 要是普普通通的列方程解用题 那不秋季的时候就学过了吗 我们现在啊 是要升级 所以说呢 难度上可能稍稍的加大了一点 但是你可不要 让丽娜老师觉得 一遇到困难你就退缩了呀 所以你还得继续把它学好 明白吗 好 好 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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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